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 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女儿 我深深能够明白为人母亲的心情 我们总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 我们也希望可以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随时在他的身边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然而随着孩子渐渐长大 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终有一天他要单飞 终有一天我们要放手 我们要学习交托 然而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何等的有幸 随时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 为孩子祷告 人生路上难免有局局独行的时刻 当孩子觉得寂寞孤单时 我们要为他祷告 一起来读这一本 由保罗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 妈妈为儿子的祷告 为他生命的每个面向祷告 作者是罗伯与乔安娜泰根夫妇 由张嘉丽姐妹所翻译的 让我们预备心 一起来为孩子祷告 当他觉得孤单寂寞时 《生命纪》第31章第8节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亲爱的天父 在生命的某些时刻 我们会觉得全然孤单 像是新生刚入学的时候 刚到新公司就任 想要赶快融入同事的时候 或是刚加入教会 弟兄姐妹都像老朋友一般 而自己却像个隐形人似的 格格不入 邻居们彼此熟识 有许多共同的回忆 但是遇到我们时 却连招呼都不打 球队队友们经验老到 默契良好 而自己还在做基本训练 感觉好像来错地方了 是啊 亲爱的主 缺乏归属感 令人感到既孤单又尴尬 主耶稣 我的孩子觉得很沮丧 好像自己不被需要 没有存在感 一切都不如他人 也没有任何优点和才华 他努力地伸出友谊之手 却得不到回应 他不知道该如何踏出 交朋友的第一步 更不知道该怎么样找到 和别人共同的兴趣 他的不安渐渐升高 变得退缩 沉默 开始筑起一道 自我保护的心墙 主啊 他几乎要放弃努力了 求你为我的儿子 预备朋友 赐他归属感 也让周遭的人 看见他真实的价值 和独一无二的特质 愿他一天一天地 感受到旁人的接纳和友善 主啊 我知道 你和我都爱他 但是看着他痛苦 我实在非常的不舍 请使用这段孤独的时刻 向他启示 你是他的挚友 让他感受到你每一刻的同在 鼓励他透过祷告向你倾诉 在奋斗挣扎时 倾诉你 愿他在你面前 时时觉得心满意足 因那是任何属世关系 无可比拟的 帮助他 察觉到你是他生命中 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 相信你必在最合适的时间 带给他最合适的伙伴 在这一段孩子孤单 寂寞的日子里 求你建立我和他之间亲密的关系 让我知道如何向他伸出慈爱的双手 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 也让我知道 他何时需要享受欢乐 或需要关注 帮助我 勤于为他祷告 直到你爱他 他的一生在你手中 当他怀疑你是否在意他时 愿我口中充满鼓励和盼望的话语 主啊 谢谢你 我儿子生命中 一切美好都来自于你 你用信实的手牵引 保护他 你以此生爱所引导他 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